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崭新观点 看两岸 好 时间是7点33分19秒 我是节目主持人周一寇 Coco早餐 今天是1月1号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这一年当中我们仍然秉持过去的精神 要为各位好好的来每天认真的来制作节目 不过刚才在节目广告之前 因为嘴巴太快了 我对于台北地方法院行事之所 马英九控告我的这个案子 法官李明毅先生所做的宣判 完全他写得非常好 他认为政治现今这个事情 其实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调查清楚 那里面经过9月的审理非常非常严密 没想到马英九总统昨天又透过陈以兴发言人 做了莫名其妙的批判 你针对这个案子说你要上诉 那你这个总统不尊重言论自由 而且你这个总统不尊重你自己的真相 对于政治现今制度不晓得趁机会做改革 这个也就罢了 还顺便就又骂了其他人 我真的不懂他们的格调之邪恶 格调之低落 让人真的觉得不可思议 这个总统跟他的发言人陈以兴已经无药可救 充满了这个愤恨 甚至于还相及其他无辜什么政论节目等等 然后最后他的这个律师居然说跟卷证不相符 我也觉得好奇怪 你是在侮辱法官吗 卷证每一个这个法官在这个案子当中是非常严谨的 几乎所有的事情 连甚至于我们每一个人所承报上的这个证据 都要在现场在大荧幕上播放 所以这位洪文静法官 我只能说有什么样的这个当事人 大概就有什么样的律师吧 好这个我讲的千真万确 好这个今天呢 这个对不起耽误了一下时间 为这个崭新观点看 因为刚才说的有点这个口误 一定要这个修正一下 好谁能成为600亿美元的云端霸主 这是彭博商人周刊的 今天为各位所介绍的第一个主题 彭博商人周刊中文版的资深记者黄国荣 在我们的电话线上咯 国荣早 可可姐早 各位听众朋友早 新年快乐 好高兴哦 在1月1号105年跟你这个连线 希望你今年一年都顺心平安 彭博商人周刊 这个大畅销 是吧 是 谢谢可可姐 好 来谁能这个成为600亿美元的云上霸主 讲的是谁 对 这边讲的是数据中心 就是台湾这边讲的资料中心的相机 对 台湾的朋友可能就是还蛮熟悉说 因为台湾之前这个话题也蛮热的 过去有那个Google 在张宾成立资料中心 那前阵子其实有一个彰化的地方收藏 他也有跟台湾媒体说 脸书可能会在台湾社资料中心 所以台湾也就是对这个话题可能也不算陌生 不过我们这一次比较讨论是从香港的角度 因为香港也有很多数据中心资料中心在成立 那他们就会说 从国家或区域的那个资讯的竞争力的角度来说 或者说从商机来说 这可能都是一块可以去争取的大饼 那他们也会讨论说 香港比如说要争取这个数据中心的商机 或地位 还要怎么跟台湾这样子的区域去做竞争 好 这个数据中心有多大 这个香港现在的金融数据中心 正在这个扩展建立当中对不对 对 其实从今年他就举了一个例子 比如说像NTT的一个NTT Communication 它也是一个提供云端资料中心服务的一个公司 那它就扩建了 就是它的新的资料中心就落成了 那我们有就是我们记得有讲到说 如果是光是以物理的空间来讲的话 这个资料中心它可能是 它可以有就是等于说 面积可以等于10个足球场那么大 光是放这些机柜 就可以有10个足球场那么大 那这一块就是像这么大的资料中心 其实在全世界都在盖越来越多 那亚太中心可能就更多 所以他估计说可能到了2019年 亚太中心的资料中心 数据中心跟云端的这个商势 可能会有600多亿美元 就是我们标题讲的600多亿商势的那个来源 好 那谁会成为这个霸主呢 这个我们的分析当中 那个想抢当霸主的有哪一些集团呢 其实我们比较 这一块比较是用区域的角度来讲 就是说比如说香港或者是台北 或者说大家想象中比如说中国跟印度 他们的网络用途非常的大 那他们会不会变成资料中心 就是可以发展的一个地区呢 但主要是去讨论说 因为他们这边是香港的团队 他们会想说香港这边要去做这个资料中心 有什么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优势 比较不一样的机会 那他们比较主要提的是说 因为香港是一个金融之都嘛 他们有非常繁荣的那个金融服务 那所谓的云端服务里面 有很大一部分的那个行业需求 是来自金融业务 所以他们觉得这可能会成为香港的一个优势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香港跟台湾也蛮类似 就是他们的网络基础设施 都是非常的蓬勃的 就是基本上跟印度 或者是跟一些亚太其他的地区比的话 基础是比较好一些的 那这个也会成为云端资料中心的一个很好的基础 但是香港有一个问题是 它的土地太贵了 那资料中心其实是一个很需要土地的地方 因为刚才有讲到嘛 比如说一个资料中心 它可能就数据中心 它可能就10个足球场那么大 那如果你的土地太贵寸比寸金的话 光是要取得土地的成本其实就蛮高的 那这个地方可能就会很难跟 像台湾这样的地方竞争 因为台湾比如我们知道它在张宾那边改 那张宾的地价跟香港的进华地段 自然是不太一样的 那为了招商 他们可能也会就是做一些 把土地价格调低的那个措施 所以香港人就会讨论说 那我们在数据中心这块 是不是会输给台北啊这样子 不过数据中心也耗电量很大 对不对 一方面也是因为台湾的电价比较低吗 这个是 对对 其实台湾这边本地的讨论 这几年都比较聚焦在说 资料中心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他们不是只是看中我们的水跟电很便宜 因为就业率也不高 对对对 但是香港跟台湾也有一些业者跟学者 他们慢慢会提出说 除了这些部分之外 数据中心成立在这个地方 多多少少对这个地方的那个数据传输能力 它是会有所提升的 那长期来讲 就像我们以前在讨论自局 就是说有自局跟美自局 或者说有比较便利的网络 到底有没有有什么差别 它可能是一个基础建设的差别 所以如果你网络比较快 有些网络可能会发展的比较好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说的话 也许就会有一些竞争力的差异 有一些人是这样子看待 所以他们会去看待这样子的竞争 这个还是一个 就是大家各有各的想法的一个话题 就是它到底这个 这个基本的成本跟效应之间 因为这个效应好像还有具体的 也有抽象的嘛 对不对 那可是走向这个云端 或者说这个网络的快速化 跟网络的国际化 大概还是一个方向吧 所以在台湾这种讨论 我们这个有人有批评 有人有不同见解 但是听到刚才我们国荣说的 香港的这个目前所受到的一些条件 限制上对其他的竞争上的这种这个评比 其实也是立山窗口的这个评价 对不对 谢谢你国荣 请你休息一下好吗 我们马上回来来请教您的第二个 彭博上周刊 今天提供给口口早餐的这个主题 这个主题是更有意思咯 请你不要走开 每一期的彭博上周刊 我都告诉大家 他除了内容有经典的 这个深度报道的美好姿态 跟气氛之外 他还最重要的是美术设计的画面 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大家观看美术设计上几乎都可以 这个学习到非常多 在平面跟平面走向立体上的这种美术创意的表现 立刻回来了 谢谢国荣 我们等一下再来请教你第二个题目 全球最佳的商学院究竟在哪里 欢迎收听 Coco早餐 时间是7点47分25秒 非常谢谢 今天在线上为我们介绍最新一期的彭博上夜周刊的 彭博上夜周刊资深记者黄国荣 小姐国荣来 非常谢谢 刚才介绍的是 深能成为600亿美元的云端霸主 现在我们看的是全球的最佳商学院 排行第一名 还是不出所料是哈佛商学院 对不对 好 最重要的还是有哪几个方向 一个是读这个雁边 女生的加薪率比男生低那么多 对 这个 这个他就是每年做的这个商学院调查 其实是可以反映出一些趋势 那我看美版的记者也非常努力的在 就是他对比出来说男女收入底值是大不同 而且不管是怎么去分行业 去把就是可能的偏误资料去掉 还是会看到女生的这个薪水是低一些 好像不太公平的感觉 对 那这一期其实我们还做了一些本地的内容 像是中国这边的商学院中欧 还有台湾这边的政治大学 也是讲到一些趋势 就是还蛮有趣的 因为商学院的经营其实也跟企业经营一样 他也是需要找出他自己的特色跟发展方向去吸引学生 那他就讲到说中国的商学院现在其实是集体的在反映社会 也算是反映社会趋势在拥抱那个创业创新 因为我们传统对商学院的想象是说是在成熟的企业做那个经理人 可是因为中国现在创业的气氛实在太浓了 根本就是万众创业这样子 所以他们有非常多辅助创业的那个措施 那中国商学院也在做这边提醒 也有一些背景 他讲的还蛮详细的 非常非常精彩 你们这期做的这个报道是蛮完整的 对不对 全球最佳商学院 特别是一个美国以外环球列强 这个蛮有意思的 告诉我们在我们所知道的这些经典的NBA的这个商学院的知名国家之外 还有其他的地方 你要帮我们介绍 不包括美国的这些国际品牌的商学院吗 不包括美国的这些国际品牌 像刚才讲到的就是中欧它是中国唯一上榜的商学院 对 然后它主要列出来 就是它其实列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地图 然后把那些学校都刮出来 那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分布里面 还是欧洲跟加拿大比较多 对 特别是在不包括美国的商学院当中 排名最高的是这个加拿大的这所 这个西安大略大学议委商学院呢 那其中当然这个我们大家所说像伦敦商学院呢 或者是这个 还有把它都介绍出来 有些是人性化教学 有些是全案例教学法的重要的这个阵地 那为什么大陆只有中欧上榜呢 在全部的排行里面 我想中国的商学院的发展上面 它也是后进 然后再慢慢的往前走的这个趋势 对 所以中欧 中欧有一点点的国际化的优势 因为它本来就是中国跟欧盟 创办的 那它本来就是行大国际化 对 但是问题是读商学院学费很贵 我看你们也把那个学费都标出来了 他这个虽然读完商学院之后会加薪 可是他的投资成本很高 对 所以的确要好好算一下投资报酬 就是一定要算一下未来薪水会增加多少 才知道我到底要不要背在去做这笔头子 这其实还蛮重要的 你知道我那时候去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商学院 是35万的人民币 现在北大的学费已经接近五十几万了 人民币 这个真的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别 当然在这个北京的这个清华跟北大 还有这个应该是李嘉诚的这个 他所成立的这个商学院 他们其实政商关系比较重要 那大陆的这个所有的商学院当中被认为中欧的这个学术研究比较严谨一点 所以我对于彭博山周刊的他们的这个报道 这个把中欧拿出来做国际工商学院当中迈向更国际化的这种指标 而且他认为这个是全日制在院校排名中居亚洲首位 那我们台湾的政大 其实政大一开始有那种比较是高阶管理的这个商学院对不对 我们也这里面也报道到了政大 其实这有一点点残酷就是说商学院跟整个就是区域上面的那个地位也是有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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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的 所以我们台湾这边的记者就有观察到 其实两岸三地MBA教育来讲的话是台湾最高 可是当我们想说要读MBA的时候最终考虑还是未来的出入未来的薪水 那我可以对出入有多好的影响那就会考虑到市场 这时候像中欧啊像香港新加坡或像中国大陆这边就可能会是很多人比较偏好的选择 那所以比较早发展的台湾的MBA教育上而就变成现在面临一些生存上面的瓶颈 因为他们必须要找出自己的特色 那过去来讲像我们政大当学院这边的这一位我们受访者 他就有提到说如果是十年前的话 那应该正大分明 国外的学生来他就说台湾是一个进入中国市场的好跳板 因为两岸的关系还不错那台湾比较了解 可是现在他们还需要台湾吗是一个问题 所以他们就是要努力去找出一个新的利益 目前看起来还在找 对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台湾未来应该现在还应该怎么做找出这个利益 但是台湾有个好处就是说学费比较便宜 便宜非常多耶 学费比较便宜 生活环境比较好 那当然就是说这个还有他对于这个因为你离近大陆跟香港 你如果做一些个案研究的话也比较这个方便一点嘛 对不对 对 但是管道还是存在的 可是你刚刚讲到了就是说很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以前台湾比较突出 那台湾的产业比较蓬勃 那MBA课程都跟产业发展经济发展有关吗 而且现在都要全英语教学 对 这些 所以好吧 我们的竞争力的降低不只是在很多的领域当中 就算是EMBA的课程 大家也必须面对这样的这个现实 很多东西都是一环扣子一环 所以可能每个面向都要就是再去慢慢找出 琢磨出一个新的方向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国际化的这个目标跟国际化的基础的做法了 好 这篇报道非常非常的精彩 这个很丰富 谢谢你 谢谢国荣 谢谢 再祝福你新年快乐 拜拜